教育部部长南都斯里马兹尔两天前在部城出席2018年教育部政策说明会时 向在场所有官员和教职员千丁万主说 未免破坏政府的形象 公务员不可以支持或加入在野党并且拥有党职 也不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 报道指出 马兹尔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官员和教职员加入在野党 一旦被发现教育部会要求他们离职 但如果教职员加入的是执政党 是能够被接受的事 有关报道令马兹尔遭受各方批评 党事人今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反驳有关报道 他强调该报道属于污蔑 教育部无意干涉教职员涉及政治 甚至开除他们 而是要求公务员必须表现专业 教长办公室媒体及通讯组 昨晚也在推特上发文灭火 强调马兹尔的这一番话 只是作为一名父亲对孩子的叮嘱 另外两则推文进一步解释 部长的原意是劝告公务员 针对政府事务做抉择时 必须善用智慧 因为公务员是为政府和人民服务 推文也指 公务员的所有言论都可能影响 本身在公共领域的位置 因此马兹尔劝请公务员 不要发表会对自身前途 带来负面影响的言论 在这之前 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不满说 教职员身为公务员 虽然有责任履行政府的政策 但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干扰 进水盟2.0也发文告 谴责马兹尔无法区分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分别 进水盟也促请审委会彻查此事 确保大马公民的投票是保密的 NTV7综合报道